我可以說全世界吃魚蛋 你來香港吃也是最棒的 我叫林羅平 今年59歲 我做魚蛋 我都是由17、18歲就開始真正做師傅 其實做魚蛋可以這樣說 粒粒皆辛苦 黃線白、滑 滑仔足夠膠質兼重魚味 所以加起來就相不抑張 有魚味兼爽有膠質 第一個工序就是要湯魚 湯乾淨的魚 如果魚湯不乾淨 有血腥就由此而起 起中間的骨 這部骨骨分離機就有50年歷史 一條魚就做到多少成肉 剩下四成淨肉 我自己做在城寨八三年左右就開始自己做 九龍、城寨 七四位都不是秩序的 不會像外面一樣打打殺殺 但在城寨做的食品都比現在更好吃 為甚麼呢 便宜租 便宜租 我挺懷念的 其實城寨是挺好的 其實城寨 做到城寨拆了 那便宜租 便宜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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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於是 花半壁 便宜租 蘋果 便宜租 蘋果 士 在鈴鹹 蘋果 便宜租 精勞 便宜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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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客人都鼓勵我做 其實是很辛苦的 少人不肯這樣做 很多時候如果多工作 那條腰會很痠 還有不一定賺錢 我試過兩年是沒有薪水 我得到一個好老婆 用個死撐 跟著我的堅持 我說我要堅持用鮮魚做 她從未反對過我一句 所以就跟我一起熬 我們沒有薪水的時候 就跟我一起熬 沒有薪水的時候 就省省一點 自己年紀都這麼大 不要多多 做幾年就只有幾年 不要多多 我本人全名叫林洛平 在香港的原味道